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成了 别人会讲你 不成 所有人也会讲你 所以你干嘛要搬起头 打自己的脚呢 如果你对这个学生有兴趣 应该是等她已经毕业了以后 或者你调到别的学校之后 那这个女孩子已经成年了 你如果她喜欢你的话 那么你在跟她有进一步的接触 我觉得只要是合情合理合法 就都没有问题 最可恶的就是那一些 披着这个老师的这个羊毛的外衣啊 但实际上呢 分明就是故意想要去引诱别人啊 或者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就是绝对不可以的 那么从这个事情呢 我再来衍生另外一个想法就是 同样的这个概念呢 在办公室恋情也是一样 我个人非常不支持办公室恋情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 你看你假设跟对方在一起了 在一起之后呢 你们两个如果保密功夫做的不到家 一定会引起所有同事的讨论 你们两个就会是大家差于犯后 聊天八卦的对象 而且你看哦 你们两个人假设在一起 然后各自可能有一些 因为某些因素啊 你们也许是家庭因素啊 什么之类的 你的心情不好 那么你到办公室的时候 假设犯了一些错误 所有人都会认为 你一定是因为你这个女伴 或者你的男伴 影响到你的心情 所以大家对你的专业度 就会起这个疑斗嘛 就会指引你的专业度啊 所以不管你们在一起 还是不在一起 都会被大家拿来 当然是八卦的讨论的话题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来影响自己的专业度呢 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 不管是学校还是在办公室 都不要有这样子的 私底下的恋情是最好的 我这些译称导人 都不在一起 你一定会在学校 也长一些 游是什么 想要用的 我不是这些团体的